小微课堂来了 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 由国内段老窝段两个区段组成 陈总为我们讲述的是老窝段的建设故事 那么国内段的建设有何不同之处 是否也是困难重重 中老铁路仅国内段就有隧道93座 桥梁136座 国内段要穿越的滇溪 更是堪称铁路建设者们的梦魇 沿途高山古深跨越多条水系 位于云南原江县与墨江县交界处的安定隧道 是中老铁路第一长岁 也是中老铁路的咽喉工程 当列车从隧道呼啸而过时 乘客不会想到短短的数分钟 却花费了建设者们四年多的时间 建设中因为其中一段掩体极易破碎 就像在沙带中挖隧道 在施工中还遇到了有害气体 软盐 高地热等十分罕见的建设难度与工程风险 建设者们不禁感慨 中老铁路不是扑出来的 而是挖出来架出来的 玉山开山 玉水架桥 站在圆江县城的一处山顶眺望 四个灰色秦天桥墩和红色钢梁组成的圆江特大桥 是世界最大跨度的上城市连续钢横梁铁路桥 最高的三号桥墩达154米 相当于54层楼高度 位居同类桥梁世界第一 刷新世界纪录的背后 更是工程师们直面的一个个极高挑战 也为类似地质条件的桥梁建设 提供了中国智慧方案 尽管麻烦层出不穷 但没有下退中国的铁路建设者 他们通过科技创新攻克众多世界技术难题 为我国艰险山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老铁路是以中国标准打造的 又一代表性工程 也将成为中老有益的新标志